The Big Fan 大家好,我是何兆基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你可能已经知道,但不要介意我再说一次 很多朋友像我这样去了外国住 用的WhatsApp也是香港的电话号码 如果出了当地电话 当地的电话号码又如何收WhatsApp呢?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件东西 就是叫WhatsApp Business 只要在App Store或者Android 下载一个App叫WhatsApp Business 下载了它,开了它 它就会问你,你用哪个号码去用WhatsApp Business 因为你的新的电话卡已经在电话里面 那个WhatsApp Business就会用当地的电话号码收短信 而你固有的WhatsApp 就可以继续用香港的电话 去收香港的短信 就是这么简单 有什么不明白? 留言问我吧!